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作者望宇 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百三十集 这外层进制必须用开山旗才能尽快解开 韩导游 只有一杆开山旗 所以需要些时间 就麻烦导游给我拖延一下 我那古堡威力虽大 可困不了他们多久 转瞬间他们就能逃脱的 南龙侯勉强笑了笑 单手一翻 手上多出了一杆滴溜溜旋转不停的黄色小旗 然后开始念动咒语 仿佛认定了韩丽绝对会依然出手 韩丽目光闪烁了几下之后 就没有迟疑 单手往褚袋上一拍啊 一个碧绿色的阵盘就出现在他的手里 这正是当初破除太妙神进时所用的那个法器 他一言不发 飞快地划出几道青色的符纹 张口一吹 这些符纹轻飘飘地喷落到阵盘之上 顿时间阵盘轻光大放 起 韩丽双手一掐绝 口中冷冷地吐到 除了南龙侯正对面的那面墙壁之外 原本消失了的蓝色金币再次浮现了出来 一下把里边的大厅的大门再次封死了 哦 倒有能够驱使太妙神进 南龙侯见此 口中咒语声不由的一顿 有些惊喜地说道 我能发挥出来的禁止威力 尚不足原来十分之一 同样困不了他们多长时间 南龙兄最好在他们破开禁止前 打开出路 听闻此话呀 南龙侯这才发现 那京墙上确实比原先暗淡了许多 顿时他把面色喜色一收 将小旗一下甩出 化为一道黄芒 钻入墙壁不见了踪影 然后口中咒语 再起 而与此同时啊 一声霹雳般的巨响从里边传来 接着寒历布下的京墙蓝光闪烁不定 爆裂的轰鸣声从里边清晰地传来 看来王天谷等人已经破除了南龙侯的古堡 开始狂攻精强起来 韩力瞅了一眼 已经开始犯了白光的石壁 再看看那闪烁不定的蓝色精强 略一迟疑之后 一甩手将一只灵兽袋系了出去 顿时三色试金虫狂涌而出 韩力的双手一掐发掘啊 虫甲术瞬间失出 虫云围着韩力一阵疯狂飞舞之后呢 三色虫甲就套到了身上 南龙侯见韩力这番施法 脸上诧异的表情一闪即过 但现在逃命要紧啊 他自然并没有多问什么 片刻之后就在京墙狂闪不定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时 对面石壁上传出轰隆隆的晃动声 眼前的石壁终于在白光中分裂了开来 并露出了一条石阶出来 南龙侯一见此景 周身金光一闪 瞬间呢 化作一道金虹从原地积涉而出 韩力也在身后风雷势电光一闪之后啊 木然的从原地消失了 下一刻 韩力就跑到了南龙侯前头 身形在通道中浮现了出来 但是马上的一声清脆的破裂声 从通道下边传来 韩力脸色一变 风雷翅再次移动 人就在一瞬间到了石阶的入口之处 接着全力发动风雷术 在一闪一线间远远的顿走 就在韩力刚刚顿出数百张距离的时候 一声刺耳间鸣声从通道中发出 接着药木金虹一闪即逝飞顿而出 比金虹早出口处略为一盘旋 就传出了南龙侯愿毒冰冷的声音 你们记住了 以后不要落在我手上 否则本侯叫你们星神俱灭 这番诅咒般的话语一说完 金虹光芒大盛 接着开始模糊不清了 等通道内飞射出一道银色顿光的时候 金虹突然化作一缕纤细异常的惊丝 几下闪动之后就瞬间击射上了远处 其速度之快 几乎在一呼一吸之间 就从附近消失的无影无踪 踪迹全无 这时候 韩丽在天际边上 也忽闪忽现的化作了一个小黑点 紧接着荧光盾出之后 一道黑芒随之飞射而出 光芒一连 现出了一个人影 郑重地问道 这二人施展的是什么盾数 怎么这么快 此人正是王天谷 阴光消失之后 从里边露出了云姓老者的身形 南龙侯施展的是当年苍昆上人独创秘书 万尺一线 是以大号元气甚至精血为代价 瞬间远至的盾数 可以将盾光化为丝线般的纤细 气息完全收敛 让人无所追踪 他本人其实并没有走远 只是光凭神识 无法感应到罢了 至于那姓韩小子的盾数 似乎来自那对驱使雷电的诡异翅膀 这就是传闻中 击尽瞬移的雷盾罢 这时候 老妇人和黑脸修士 也从通道中飞盾而出 正好听到了云姓老者的言语 这二人的盾数如此诡异 岂不让他们逃之夭夭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夫人脸上隐隐表现出不安之色 脸色略白的问道 黑脸汉子如今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去 像韩那小子倒也罢了 等南龙侯若逃出生天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王道友 云道友 你们可是说过 此行一定将南龙侯除去 我们才会答应联手之事啊 云姓老者冷笑一声 放心 你以为他们刚以一人力敌 我等而不落下风 即是真正的修为吗 他重伤之下还敢催动秘书 强行提升法力 如今又施展了万尺一线 这个同样大损元旗的遁数 就算我等不去追他 他回去之后也会重伤不起 即便花个百余年恢复元旗 也无法保持元英中期的边界了 况且我什么时候说过 无法追踪他了 哦 云兄的意思是 我既然打算在这里灭掉他 自然早动过了手脚 只要他一口气 无法跑出三百里之外 都可以找到他 而以其现在的身体情况 绝对无法支持万尺一线多久 到时候我们追上去 将他灭掉就是了 哦 如此最好 不光黑联汉子大松一口气 这老妇人也是轻松了一下 老身总算放心了 这一次要不是王道友 先赠送了一片黑玉莲 并答应事后愿意 共享坠魔谷的秘密 给我等 老身绝不会冒此风险 和一名援英中期的修士结仇 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 黑脸汉子说道 这次为了坠魔谷 两位还真花费了不少心血啊 不过我们还真没想到的是 云道友原来不是散修 竟也是鬼灵门的长老 真是大出无等意料啊 难道魔道六宗 还有许多这等不在明面上的长老吗 嘿嘿嘿 云姓老者摇摇头 老夫早年虽然出生鬼灵门 但一向不大管事 所以连门内知道老夫真正身份的人都不多 并没有纯心欺瞒谁的意思 说起来 这南龙道友身为苍昆上人的后人 并和老夫结交多年 原本并不想杀他 但可惜后来才知道 他竟偷偷结交了正道天机门的几位长老 并也有意加入此门 老夫旁敲侧击问过几句 他丝毫改变的意思都没有 并且还有意借助天机门的势力 进入坠魔谷取宝 如此一来老夫绝不能坐视正道势力大涨 也就不得不出此狠手了 哦 南龙侯和天机门有关 云道友 您之前可没提过这事啊 老夫人脸色微变 黑脸汉子露出惊恐之色 没提过吗 也许老夫一时大意疏忽了 啊 不过我这位老友并未真加入天机门 两位若有些担心的话 那可加入本门 只要成了鬼灵门的长老 天机门也不能拿二位如何 嘿 老身都这把年纪了 没有兴趣再受什么拘束 在下闲散惯了 同样没有兴趣加入柜门 黑脸汉子眉头一皱 也淡然的说道 哦 哎 那真是遗憾啦 两位若肯加入我鬼灵门 必能让本门绅士大振啊 老夫也不强求二位道友 只要将南龙侯在此灭杀 天机门也不会真为一个死人出头 只是可惜 我虽然和南龙侯虽然相交百余年 但有关追魔谷之事 他却口风甚紧 一丝都没有透露过 只是知此地隐秘洞府之中 方有一份苍昆商人 当年进入坠魔谷的路线图 若按此图进入坠魔谷 安全自然大有保障 所以一会儿追上去的时候 先别灭了其原因 我用搜魂术 看看能否再得到什么 有用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云姓老者并没有因为两人的拒绝而动怒 反而是话锋一转 说起其他事来 王天谷面露担心之色地说道 可万一路线图恰巧在韩丽小子带走的浴盒里 可是有些不当好办啊 这好办 W将此事挑开了说 让天南所有宗门都知道此事 到时候不要说正魔两道 就是天道蒙也会追问他要图的 然后我们在浑水摸鱼就是了 区区一个洛云宗 也想独吞坠魔骨的宝物 先看看有如此大的胃口嘛 想比那路线图 我更在意南龙侯脑中的一些坠魔骨的消息 若是知道这些东西 就是人人皆知进入魔骨的办法 我方也大战先机啊 王天谷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万一真的如此不巧 也只能这么办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也可以尝试能否 花其他代价从对方手中 把路线图换回来 毕竟这事件没有不可交易之事 即使他和我们结下了仇怨 也是一样的事情 王师弟所言比维兄又妥善一些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的神通实在够诡异 他真和王师只差不多年纪 但我看其争斗经验 可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狡诈得多呀 就连游道友都着了他的道 论单打独斗 我也不见得能奈何得了他呀 我问过缠儿 此人原先的确是黄蜂谷 一名普通弟子 修为也的确只有助机器 现在为何会突飞猛进的 有如此大的神通 这就不大清楚了 不过若非这小子 远超乎我们意料的厉害 并加以捣乱 我们几个人联手 又怎么会让南龙侯如此轻易的跑掉呢 王天古 想起了韩丽用的黑色山峰 并且在最后驱使太妙神进 阻挡他们的事情 老妇人等任文言 只有苦笑而已 说到这儿 我们先回去把游行道友解封再说吧 以游道友原应期的修为 应该还有救的 另外我也有些担心小侄 刚才韩小子临走之时 放出那黑红色的光片 竟有点像本人修炼的磨血斩 不知有没有答案呀 也好 反正现在无法感应到对方 先回去看看再说 等到我那位南龙道友的秘书失笑 我们再追过去也来得及嘛 顿时 一行人再次架起了顿光 飞入通道之中 转眼间 回到了玉姬阁的废墟中 只见雁如烟正半蹲着 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而王缠趴伏在附近的地上 一动不动 王天谷一见此景 声音一寒 怎么回事 长儿被击中要害了吗 难得到此时 她的声音还显得非常冷静 没有 但夫君的腿 雁如烟迟疑地说到 脸上露出一份焦虑 王天谷几步上前看了一眼 结果眉头紧锁 只见王缠两条大腿 齐膝而断 旁边地方也放着两条 被切下来的小腿 但诡异地 未曾流下一滴血下来 我和夫君已经联手 施出了血灵大法的护体血雾 但不知对方施展如何秘术 不但奇快无比 瞬间到了眼前 而且血雾根本无法阻挡他分号 夫君只来急跳起一半 避过拦腰一展 但双腿就 王天谷依然阴沉地问道 既然如此 为何不施术邦缠儿 马上叙之接上 你应该懂得此法 我试过 数种叙之法了 可不知为什么 一点效果都没有 根本叙接不上 断口处虽然没有流血出来 但是有一股黑气 在伤口处聚而不散 怎么也虚除不干净 可能因此 才法术失效的吧 而夫君 也因此才昏迷不醒 哦 这倒有可能 你二人联手 加上血灵大法庇护 普通攻击 怎么能伤到你们 我来看看 王天谷神色一环 凝神望向王蝉的伤术 王蝉断腿的伤口处啊 果然有一团淡淡的黑气 若隐若现 王天谷一抬手 五根手指黑芒闪动 往那些邪气上轻轻一抓 一团豆粒大小的黑色气团 凭空出现在的指尖处 他本想随手用真火将此邪气烧掉 但忽然心中一动 想了想之后 另一只往腰间一拍 一个小瓶出现在手上 王天谷把这淡淡的黑气 用灵力包裹往瓶中一送 结果嗖的一声 邪气被吸入瓶中 随后被慎重地收好 看来王天谷是打算研究一下此物 好对韩丽的功法 有点了解 王天谷没有注意到的是 燕如烟此时的情景 面上复杂之色一闪而过 但马上就恢复了正常 等到王天谷把另一条腿上的 邪气凭空抓走之后 燕如烟就默不作声地 将断肢重新对上伤口 开始施法续肢了 王天谷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向一边走去 那里云姓老者等人 正围着游姓修士的兵像 有些正正的发呆 怎么 几位道友还不动手解封 老夫人目光闪过一丝惧色 解封 怎么解呀 没想到此物比我们想象中 还阴毒得多呀 云姓老者阴沉着脸孔 站在原地是一言不发 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天谷口中如此说道 但目光在那冰雕上一转之后 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 隐隐间猜到了些什么 黑脸汉子忽然单手 朝地上随意一招 王兄看好了 然后冲着冰相一甩手 一颗拳头大小的碎玉 直接飞射过去 就听到砰的一声脆响 蓝光一闪 碎玉刚一接触冰相表面 先是刹那间被化为 同样颜色的蓝色冰块 紧接着就碎裂成 无数片的金光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